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欧共产管理学院做一次讨论 本来是在讲关于创新和战略的 结果讲着讲着 大部分的同学居然对于禅定很关心起来 原来现在很多创业者 他们身处极大的焦虑当中 他们发现 其实帮他们的精神 意识和能量 集中在一起本身就是创新的源泉 所以现在在硅谷 也有很多的公司在研究禅定 朱青石教授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自己也有过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一个实验室 去实践了解的体验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请来 朱老朱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和体验 朱老师你好 你好 林东 准确地说 这是最近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的话题 对 2005年左右 科技部在北京开一次大会 讲中医传统话 我就硬邀来了 那个时候就说 中医应该是一个复杂性科学 当初我就在想 其实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 有两个东西很关键 一个是禅定 一个是争气 这两个东西关系很密切 如果这两件事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优点 体现在哪里 所以我这十多年一直在努力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在十多年前 当初世界上宣传了一种禅定日 国外把它翻译成冥想 就是meditation 实际上就是禅定 2006年左右 美国时代周刊有一个专辑就讲禅定 那个时候吧 美国就有两三百万人 每天在练习禅定 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的比例的话 你放大到如果中国是十亿人口 这个量就很可怕了 不光是美国 英国也这样 而且不光是大家打坐禅定 科学家就老科学家 现在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在研究禅定对人体有什么改进 有什么影响 用一句话 概括他们的研究 就是发现禅定可以重塑大脑 当然一般就想大脑又不是泥巴 你怎么能够重新塑造呢 实际上大脑不是一般人想的是一个一层不变的东西 大脑每时每刻都得新尘代谢 有些脑细巴的死 有些脑细巴的生 有些连结消失 有些心理连结又产生 所以如果你训练禅定的话 你大脑这样重新连结给再生的结果 就相当于重塑了 科学家研究它是很仔细的 它要对比观察的结果 在过去二十年在世界上引起了几次轰动 1999年到2002年 丹麦科学家发现 这样坚持训练的人 在残病的时候 他大脑的多邦胺的分泌明显增加 这一下子就轰动世界了 因为多邦胺大家都明白 多邦胺是大脑的神经细胞分泌出的花学物质 通常大家开玩笑 人的爱情很神圣 爱情几乎就是多邦胺 多邦胺一分泌多就明显改变了大脑的功能 对吧 这是第一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 2001年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 一个科学家叫纽布尔格 研究八个张传福教禅定的练习者 打坐了都是15年以上 然后他们发现 跟对照族比较 禅定打坐的时候 大脑的某些区域 血流量明显增加 这些区域脑科学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控制人的专注 所以人的专注就大大加强了 他们就发现了 为什么打坐 能够让人去除杂念 能够专心 然后更轰动的是2005年 哈佛大学 一个很有名叫做叫拉扎 他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活着 就是用磁共振大脑成像 他们观测20个人 平均年龄是38岁 然后打坐的历史都有9年以上 发现这些长期打坐的人 他的大脑批成普遍都增加了厚度 人的大脑的功能区域就是批成 那构矩越深 这个完构越多 这个人越聪明 而且他们发现 打坐吧 还可以延缓 因年龄原因 大脑批成辩驳给萎缩 就是老年痴呆症有可能会治疗 这不敢说老年痴呆 这就是个很专业问题了 就是衰老引起的大脑衰退 可以被禅定兼缓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开始认真一些体验 禅定 以朱老师这样严谨的科学家的态度 他一定是不光看了别人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 他要知道自己的体验实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像禅定这种东西 用仪器观测还是很片面的 所有仪器都是观测某一方面的指标 没有这个全息 全方位观测的这种仪器 真正全息全方位观测是我们的身体 古人类那个时候科学技术很落后 他们把真气给观测得很清楚 他们就是他们的身体 我在2004年认识了南怀景音老师 第一次谈话就是生命科学和禅定 秦胜实证禅定的历程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都特别期待的某一些仪式感的时刻 是某一天比如说南老师到我房间来 就像那种感觉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的 真实的过程啊 不会这么戏剧性 像禅定这样的东西啊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就类似于一个小孩学习东西一样 他学习是慢慢积累的 你很长时间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很繁草很故障 很长一段时间回头一看 才意识到我现在比几年前已经明显进步了吗 但是在我学习禅定 跟实际一些体会禅定的时候 就发现现在全世界的老科学家 研究这个禅定啊 还只停留在表面的初步阶段 因为他们研究的禅定啊 都是最初步的禅定 真正的禅定啊 是第一 方法是比较复杂 而有细致精维的 比如在什么阶段 你怎么控制你的意念 你有什么感觉 要该怎么做 这种很精细的东西 而且禅定方法有很多种类 不同的禅定方法 它的功能跟它的效果是不是一样 有什么不同 这是大脑科学研究禅定必要做的 中国传统法的禅定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呼吸法门 真正做到的时候 你体内的真气要起来 达末禅定里头描述就是生气清凉的感觉 叫无上清凉 在学习禅定之后 我才理解到 如果你身体有病 你身体的灵敏度是大大要降低的 当我有病的时候 我就再也感觉不到这种真气 当身体越健康 状态越好 有的时候运动之后 休息 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喝了茶 情绪很高 这个时候 真气的感觉就越强 所以古人 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感受到真气和精络 他们的身体的其实平均地说 比现代人要健康得多 因为古人那个时候的环境 给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更死活一些 也不像现代人那么焦虑 所以我就觉得 古人用他的身体 确实可能感受到 我们现代人 白是不得其解的一些现象 他们没有现代科学知识 他们不会去想人体有什么器官 有什么细胞 什么什么的 他看人体吧 他马上看到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人有生命 活着 你就早去蓬勃 然后你只要那口气一断 一死掉 你马上就变成一堆泥土 对吧 所以他们看到生命和人体 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就是有一种 他们叫做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东西啊 就是把一堆泥土可以变成人体 而且人体啊 自己抵抗疾病 朝气蓬勃 自己生长 自己把更多的泥土 这泥土是广益的了 包括我们吃的食物 喝的水 吸的空气 这些都算做泥土 就是把这些东西啊 弄到身体以后来 然后呢把身体 是身体成长 古人看到就是 你这种生命力 他们就叫做气 一口气一断 没有这口气了 你马上 你的身体就 活干缘为泥土了 他们看到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 都是这样 诶 宇宙万事万物 为什么自己都得往好的方向走啊 怎么不混乱啊 他们就说啊 宇宙就像人体的气一样 老子《道德经》第42章就说 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他用充字来形容道 诶 要说啊 老子《道德经》一开始就说明白啊 道可道非成道 意思就说道啊 是不能用语言来说清楚的 对啊 你要用语言说 就都不是道了 对 对不对 所以老子整篇《道德经》啊 他就不是直接定义道是什么 他是描述道有哪些特点 你自己去体会 充啊实际上是隐含着一种 生机破法的那种状态 嗯 充啊 道啊 这个不是实体 这就是现代人啊 读不懂老子的一个原因 不理解 为什么道就是充 生机破法又不是一种物质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 有些很多人都说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构建的有物质 有能量 有信息 这个充这个状态 它到底是物质还是能量还是信息 既然它的结果是让我们生机破法了 但是当我们用语言一试图去解释它的时候 似乎又远离了它 对于一个稍微成年一点的人 它开始慢慢理解这些东西好像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在我还年轻 才四十几岁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向朱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也许我不能够用我苍白的语言去解释 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慢慢慢慢的体会 你能够感受得到 稍时休息一下 宝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